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分享的音频录像也都会在我们北美华人健康协会 我们加拿中国高校校联合会和我们CCEA家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的这个抗议群里边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还没有入群的话 大家不要担心 稍后在我们的PPT里边会跟大家展示我们的如何加入我们的群 然后获得我们相应的资料 也在这里面呢 如果您想要入群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的Chatbox里边留下您的微信号码 这样呢 说我要入群 我们的管理员呢 也会邀请您入群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配合 那我下面呢 就正式宣布我们本场的公益讲座开始了 我们知道啊 随着我们疫苗的上市和更多的民众进行接种 我们全球抗疫真的进入了最后的这个阻击战 那我们现在呢 也处在这个抗疫的最后关头了 那我们北美华人健康协会就获得了 加拿大联邦公共卫生署支持的 让疫苗保护我们以及我们的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的支持 那携手我们将来中国高校校的联合会和我们家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等众多的华人群体机构 我们呢是希望可以用科学的数据和试词 用最具公信力和最有价值的病毒科普的信息传递给大家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十分荣幸的邀请到两位华裔学者专家 在这里跟我们聚焦新冠病毒和疫苗 请他们用专专业的支持给我们来一场比较生重的新冠肺炎和疫苗的科普课 那首先呢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以及我们广大的网友和观众朋友 对我们这两位专家表示非常非常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也感谢两位呢在抗疫这个关键的时候 无私给大家做出分享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硬核的干货内容 也希望通过本场活动的举办 能够帮助我们公众更加科学的认知新冠病毒 了解新冠并且守护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健康 同时呢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为这次公益活动付出很多努力的主办方和办方 还有默默付出的义工朋友们 那在这一场在我们说的这一场阻击战最后的情况呢 我们华人社区尤其是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守望相助 那在这里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呢 北美华人健康协会我们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友联合会和 家中经贸文化教育协会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的积极的抗疫的工作 首先呢就有请我们的主办方代表北美华人健康协会的主席 我们多伦多大学和今年大学著名的流行病学生家 王培中教授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协会 以及我们这一次的公益项目以及后续的下一个活动 有请王教授 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出席这次活动 前几天呢北美华人健康呢出了一篇文章 大家要没关注的话请关注北美华人健康公众号 这个文章的题目呢非常有意思 大流行何时结束 实际上大家都想知道可能谁也不知道 但是呢我们至少可以呢判定什么是结束呢 取决于我们怎么做 我们如果真正的做好个人防护 如果自己打疫苗 如果动员自己身边的人打疫苗 我相信大流行呢很将要结束 另外呢这个流行呢已经进行了17个月了 可以说呢每个人都受到影响 我想大家每位朋友呢 可能身边都听说有一些不幸的时间呢 或有感染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个尽管我们已经接近尾声吧可以说 但是呢前景怎么样取决于我们如何 这就是我们今天主持这个活动的目的 我们我相信呢今天来的朋友可能都已经打完疫苗了 所以你们今天来呢 那不光是自己这个了解这方面情况 更主要的是我们作为华人社区的一个团体 作为一个总体把这个科学知识传送给你身边的人 这项工作呢北面华人健康可以做 高校校会了会可以做 这个哪个社会都可以做 但是呢光靠几个协会 光靠一些人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大家动员起来 加拿大联邦政府呢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 这就是呢我们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 他们对我们期望很高 希望我们华人社区把这项工作做好 北美华人健康呢就要申请下一个课题 下一个就是疫苗的自信心 就想了解两个因素 一个呢是有些人为什么不打疫苗 然后我们随访这些不打疫苗的人 一年以后他们有多数人打疫苗了 都要探索什么元素决定他打疫苗了 所以呢这就是正我们正在进行的下一步的可能的工作 我呢不浪费时间了 在这里最后呢感谢主持人 感谢协伴方 感谢这个两位嘉宾 感谢呢所有参加活动的人 今天呢只是刚刚开始 以后类似活动呢非常比较多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希望大家呢动员自己的身边朋友 和我们一起呢做好抗议 好谢谢大家 谢谢王教授 也谢谢我们北美华人健康 为我们的科学抗议诉出了很大的努力 那我们也知道针对一些网络 或者是社区当中的一些虚拽信息谣言 及时的向我们民众传播一些可靠的科学知识 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里我们北美华人健康 在过去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努力开展一系列的科普工作 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是cniw.org 在这里边有发表了100多篇 跟于新冠相关的特别多的科普的文章 其中有过将近近半数 是和我们的疫苗相关的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 支持转发 同时呢我们为本次公益活动 还设立了一个热线电话 电话呢是2898008818 所以如果大家有关于疫苗的任何的疑虑 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拨打 那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加拿大 中国高校校的联合会的CCAA 我们的理事长 同时也是我们福当大学校的会的 叶军叶会长 给我们接着 谢谢韩晓 各位校友嘉宾 朋友晚上好 今天的讲座实际上是一系列的疫苗 讲座的第一讲 刚刚王教授自己讲了 我们后面会有很多关于疫苗 疫情方面的讲座 加拿大状况高校校友会 联合会 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讲座 能够与白美华人健康协会合作 把疫苗的知识普及到各位校友那里 让我们在疫情快要结束的时候 能够 还能够保持警惕 为华人社区的抗议做好最后的防护 联合会是各个校友会的互助平台 以此来促进和培养华人社区的义工精神 专业精神 以及进一步提升华人 在加拿大的形象和地位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CCA主办的抗议技术项目 把华人的抗议司机记录下来 最后就是做今天晚上的讲座成功 谢谢各位 谢谢叶会长 都说我们校友情长 公益延长 我们也真的非常感谢CCA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边 积极地联系着我们各大高校校友们 然后为我们海外校友提供一个温暖有爱的之家 也希望我们继续接手下去 能更多的带给我们 基于我们校友之所需 给我们带来更多有效的高效的 一些高品质的知识以及活动 那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出席我们本次讲座的各个领域的专家 还有我们身在加拿大的留学生 我们各界的华人华侨 还有我们的媒体的朋友 在这里呢不能一一的介绍大家 但是感谢大家共襄盛举 第四广益在这里面跟我们交流和分享 那么我们知道啊 这个疫苗越来越广 那大家也就像我们王教授讲的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疫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那么究竟在现在这个时候 有关于混打疫苗 那这一段时间可以说真的是纷纷扰扰 究竟安全不安全 打了疫苗能够免疫多久 尤其是对于不断变种的这个新的变种疫苗 我们现在的疫苗是不是有效 那如果我们真的不想打疫苗行不行 哪一些人不适合打疫苗 今天咱们就请两位专家 从他们各自的不同的专业角度 给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解析 那首先呢我就有请我们的第一位主讲嘉宾 她是Dural Region Health Department的流行病学 我们的谢方黎女士 她呢将从我们的流行病学的角度呢 用具体的数据来讲讲疫苗的一些出作用 和我们安省和大多地区的 有关于新冠病疫情 尤其是我们变种病毒的一些流行的情况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 希望大家呢在chatbox里面跟我们留言 我们在互动环节 又是专门的问答环节 会跟大家做集中的解答 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谢女士 为我们开讲吧 有请谢女士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啊 可以的 好像我不能够放那个全屏啊 好了出来了 不好意思 大家好啊 谢谢这个主办方邀请我 今天呢我准备讲一讲 就是大概你看到的屏幕上 要不知道 就是会讲一讲这个 特别是因为我大家大部分是来自于这个安省啊 我会集中讲安省这个疫苗的副作用的那个传报系统 还有新冠的疫苗的安全性 具体从这个安省的那个数据来讲 还有接种了疫苗什么好处 现在变种流行的情况如何 如果你喜欢那个number的话 你肯定会喜欢我的presentation 然后我先从那个小丽家的故事想起啊 小丽呢 她住在多伦多 和她的先世 还有一个14岁的小孩住在一起 他们全家呢 对于这个接种疫苗呢 有挺多的问题 他们也是比较积极 然后接种了疫苗之后 结果呢 她在先世呢 出现了就是这个局部红肿 不是太严重 然后小丽本人呢 比较严重 然后有发烧 全身无力 然后再去看了医生 然后在家躺了 差不多四五天 然后才恢复啊 好从这个来看 你们这个不可否认的是 接种疫苗之后 大部分人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这个反应 像我吧 我接种之后呢 其实我反应是很轻的 就是局部有点痛 两三天以后就好了 但是我先生呢 他就他差不多两天 他都觉得没有什么精神 所以这个很正常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在安神这个疫苗 这个传暴系统 就是有两种情况 像这个小丽的这个情况呢 他去 因为他比较严重 他看了医生 然后按照这个安神的法律 当你因为有这个疫苗 这个接种后出现的那个不反应 去看医生的时候 这个医生呢 按照法律规定 他必须报告给这个 当地的公共医生系统 当然这个病人也可以自己 直接打电话到公共医生系统 就像他的先生这个情况 嗯 然后当我们就接到这个疫苗副作用的报告之后呢 我们会进行比较详实的调查 然后根据那个调查的结果呢 会输入到一个数据库 是全省的一个数据库里头 最后呢会总结 然后统计 然后这些数据 其实你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的 大家可能没有关注 就是我们有每年的这个疫苗的副反应的报告 各种疫苗都有 然后就 但是不是每一种副反应都是可以就是 报告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定义一下什么叫做 疫苗接种后的副反应 叫做这个 adversive event for immunization 什么是这种副反应 它是 从时间上来讲 它是在接种后反应 发生的 但是 不一定和疫苗直接相关 只是我们说时间水旗上来看 它有相关的关系 但是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不一定 而且不是每一种副反应都需要报告的 比如说 如果你只是发热 没有任何其他的症状 或者是像 你的局部疼痛 像他先生这种情况 只有两三天就好了 我这种情况也是 也不需要报告 或者是报告之后 他们也不需要 也不会进入这个副反应这个 当中 还有一种叫做这个迷走性 那个神经反应 血管迷走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有些人他 可能是注射之后 或者是晕血 或者什么反应 就是因为刺激 引起的那个血管扩张 就 这个暂时的晕血 但是 一般就是 几分钟或者什么时候 都会 就恢复了 所以 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引起这个 这个 受伤 因为大部分人 他可能突然晕倒 打疫苗 可能会引起受伤 但没有受伤的情况下 也不算 作为这个疫苗的 接种的副反应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安省了整个的 那个传播系统 然后我们从这个 我看了一下 从去年12月份 到今年 就是切断 全部的接种情况 看一下这个 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到底如何 因为大家说 很安全很安全 我就喜欢问 你给我看一下 数据怎么样 到底是安全到 怎么按个安全法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 这个是我前几天 做的换内 所以现在已经比较 不是最新数据了 差不多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 接种了 安省 一万七千 对 一万 一千七百多万 这个疫苗 新冠疫苗 然后出现 不反应呢 有七千多列 如果你算一下 这个比例 应该是每 个十百千万 十万 每十万个人 里面大概 有四点五个人 然后出现了 这个严重的 不反应 严重就是说 需要住院 或者是有死亡 有三百三十六例 然后你算一下 这个比例 也是十万分之零点二 就是十万个人 或者是一百万个人 有两个人 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 然后如果和常规的 就是传统的疫苗 其他疫苗相比 怎么样呢 就是其他的疫苗 这是一个 也是从那个省的数据来的 就是 其实是很 很相近的 甚至还稍微低一点 就是这个副反应 是个五点六 十万分之五点六 然后严重副反应呢 是零点一到零点二 所以就是个比较 大家心里有数 就是说 到底安全到 什么样的情况 特别是从安省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大部分的副反应呢 他们都比较轻微 比如说这个 最常见的就是 皮肤的过敏反应呢 或者是局部的 那个红肿热痛 或者是这个 就局部有这个发疹啊 那些的 全身的发疹那些也算 所以这个 大部分都是这种 轻微的副反应 如果有些严重的 大家比较关心的 比如说 心肌炎啊 心胞炎 我会讲到 还有甚至死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比较关心的 特别是小孩 有小孩的 家里有小孩的人 觉得就是 结状了之后 是到底会不会 产生这个心肌炎 平时我们说的心肌炎 其实是包括 不光是心肌 就是心脏 还有它周围的心包 还有心肋膜炎 就是的 就是这是总成 我们看一下 安省的那个病例 这个是一个 就是它的汇总 大部分呢 这个心肌炎 或者心肌炎 它们的都发生在 第二阵之后 4到5天 在青少年 还有蓝性中 多见 从截止到 7月10号 为止呢 我们 这个全省报告了 99例 就是1700万 里面有90 这个心肌炎 心肌炎 60%的人呢 都需要住院 平均住院时间 是两天 就是说不是说 特别差 然后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数据 你看这个平均年龄 比如说平均年龄 是25岁 就是说不是 只是18岁下的孩子 才有 其实青少年 就是中青年 也有的 然后平均的这个 发病时间 大概是三天 以后呢 一般是比较良好的 所以这是 新经验 心肌炎 这个情况 还有一个呢 就是疫苗接种后 死亡的 那个案例分析 通常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比较紧张 然后有人接种 疫苗死了 又有一个人死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 就这个死亡 这个病啊 它是 它是疫苗接种以后 在这个 实际上有关联 但是不一定是 有这个疫苗引起的 案例是呢 就是 就是满足这个 疫苗接种后 死亡病例 这个定义的 一共是 六个人 我这个是 把他这个 整个六个病例 就是列下来了 大部分人呢 你可以看得到 是年龄比较年长的 然后呢 五个人有 这个基础性疾病 比如说心脏病疾病啊 或者是高血压啊 糖尿病呢 还有自主病 疫情疾病 除了有一个人没有 然后如果你看 这个死亡的原因啊 它是这样子总结 它说 不是啊 就是不是直接 有疫苗引起的 然后有两类是 可能也可能不是 然后有一列 可能会比较肯定 是有这个 它叫VITT 是疫苗引起的 那个血栓 然后 所以说 从死亡病例上来讲 可以比较肯定的是 有一列是直接相关 其他呢 就是不一定 它因为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 不一定直接和这个新外疫苗 相关 这个是这个疫苗的副作用 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很关心 还有一个小丽 他自己很关心 说这个疫苗副作用 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呢 是不是长期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安审 他一边就是 如果你就是有出现疫苗 接种副作用之后 他们会随访 但是呢 根据就随访的结果 你看这个表 它这个叫residual effect 就是说 我们总共调查了 这种的病例 然后这是严重的病例 有30例 可能是有residual effects 是什么意思呢 他一般随访时间 会比较短 但是两周 就是在这个两周看来 这个人还有一些 就是反应 但是呢 他这个系统 就只到两周了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这30个人到底怎么样 但是可以看得到 大部分人呢 是比较好的 至少在两周之内呢 都恢复的 所以这个就是 疫苗这个不反应的情况 除了这个疫苗的不反应性 这个小丽 她自己有很多问题 她觉得 比如说 安审现在到底 有多少人 接种了新冠疫苗 接种疫苗之后 对疫情到底影响如何 还有像我们打了疫苗这种 是不是就不会再感染了 所以呢 我要讲讲啊 就是这个安审的疫苗 接种情况 以及它的有效性 这个事也是有点过期了 前几天我做的 疫苗接种的情况是 1700万 我觉得现在应该到 差不多1900万了 有900万剂 然后呢 这个是78%的 coverage 是指的12岁以上 然后有时候你看 它的分母不一样 有时候它分母是用的是 所有安审的人群 包括12岁以上的人群 12岁以下 有时候它是用的是 这个eligible 因为12岁以下的人 不能打疫苗 所以它的分母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比例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看 全安审的话 这个打了两针 就是fully vaccinated 也是差不多是超过50%了 一半以上 然后这个呢 是看这个疫苗的种类 phizer打的比较多 就是三分之二 都是这个phizer 然后是这个红色的 是那个mendula 其他就是这个AZ 还有其他的 比较少的 所以大部分还是phizer 和mendula G7那个图呢 是可能你看到不太清楚 是这个疫苗的 不同的接触点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在每个区呢 它的疫苗 它有不同的名称 它叫mass clinic 这种呢 它就是固定的点 然后一般你要去预约 一般一个区有好几个 然后它有些 它也有叫pop up 就是或者是hospot 这个mobile clinic 什么意思呢 它根据你的那个 邮政编码 就是根据这个 以前这个新冠流行情况 然后高的地方 它就叫hospot 就是热点地区 然后它有些pop up 就临时建的那种诊所 就是疫苗 接种疫苗的地方 一般也是相对固定的 但它有一种叫mobile clinic 就是这种呢 它就是一般 它就两天就换一个地方 两天换一个地方 这种呢 它是不需要 就是你直接去就可以打 如果你知道它什么时候有 你就去 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部分呢 是在这个医院 还有就是这个 药寄室那里啊 或者是在 现在医生比较少 有一部分 有小部分 是在这个医生 家庭医生那里可以打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 那个诊所的类型 我们看一下 它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呢 到底是有没有效啊 有怎么效 就对疫情控制 怎么样 这个这几个图 大概看一下这个走势哈 这个是这个疫苗 在老年人 老年院的这个接种情况 因为他们打得比较早 就从这个疫苗分就开始了 很快就达到了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这个呢 是这个 不好意思 对 这个是老年 这个是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 Health Worker 所以在Long Term Care工作的 医务人员 然后你看这个 随着疫苗 这个接种率的上升 然后你看这两个 红色和那个蓝色的曲线 是这个新冠病毒 新发病例 他们是大部分的 就大幅度的减少 如果我们从这个 十二岁 这个十二岁 或者以上的人群 能看是同样的 你看这个是疫苗接种率 然后增加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新冠病例 然后减少 就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直接的相关 然后不光是这个 能够预防这个感染 而且呢 他对这个严重病症 或者是死亡 就是死亡病例 也是随着那个接种率的增加 然后死亡病例 也是大部分 那个大部分减少 所以呢 从群体上来看的话 它是对控制这个疫情 是非常有效的 然后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儿童感染 儿童呢 因为十二岁以下的小孩 他是现在不能打 然后现在呢 十到就十二岁到十八岁 之间的小孩 他们的接种率 其实比较低的 如果你来看这个是感染力 它是 在第一波第二波疫情当中 十岁到十九岁 这个感染力是最低的 但是呢 在第三波疫情当中 这是就是过去一个月的 我看到的是 现在是最高的是 十岁到十九岁 然后呢 是二十到三十九岁 然后十岁以上呢 也是逐步的增加 就是它的那个比例 也就是说 这部分人群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疫苗的保护 完全是靠这个群体的免疫 我会讲到什么叫群体免疫 所以呢 他们这部分呢 是比例是比较高 相对以前 这个一波二波疫情 这几个 比如说老年人 中老年人 他们的那个感染比例很高 所以从这个侧面也说明了 这个疫苗呢 对预防这个新冠的这个传播 有很有效果 还有一个问题啊 大家就比较关心的是 如果我打了疫苗之后 我今天打了疫苗 我明天是不是就可以出去玩了 不用戴口罩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的 你就不会担心被感染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还是有这个具体的数据啊 在这个是 埃准分析的 从十二月份到六月份的 有一千万 有一千万人注射了新冠疫苗 在这一千万人 他们注射疫苗之后 有多少能够就是得了 就是诊断为这个新冠呢 有0.16% 也就是说 一千个人有1.6 或者是一万个人有16个人 在接种第一针 两周后 两周以后 或者是第二针两周以后 为什么我要提到两周呢 就是这个一般是 你接种之后 它的你的那个抗体的低度 是逐渐升高的 但是在两周之后 它达到比较高的 就是免疫力会比较强 所以这是这部分人 还有部分人呢 他们是接种 第一针两周类感染的 两周之类感染的 是0.18% 还有这份我们叫 是真正的fully vaccinated 就是接种第二针以后的 两周以后 感染是百分之零点零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几率是非常小 就是感染在这个人群当中的感染率非常小 特别是你打了这个第二针 然后过了两周之后 你应该比较放心了 但不是说 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保护 我要强调一点 还是有0.02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你还没有接种 你的感染几率多大呢 这个问题是个问题 就说这个是根据这个社区的传播有关的 但是如果你打了疫苗之后 就是按保守过去的话 应该是感染的几率呢 如果你没有接种 可能是没有接种人群的 就是50到100倍 对 这是个情况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小绿他就放心了 他说看到接种疫苗之后 感染风险大得减少了 但万一还是被感染呢 是否能够减少传染给其他人的几率呢 就这个问题是说 我接种疫苗之后 但是我还是被感染了 我是不是能够传给我的家人 如果他们没有接种 或是他们也接种了 这个好消息是呢 如果你接种了 但是不信你感染了 情况是 第一你的病症会比较轻 第二呢 你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有那个研究表明 这个就是这种病人 他们的病毒载量是比 就是没有接种的 新冠病人要低 而且他的病程会缩短 所以呢传染给其他人的几率也减少 而且接种这个 如果是很多人接种 他们会请出一种叫做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群体免疫的情况下 比如这个红色的是异感人群 这个蓝色是异感的 然后接住这个感染的人 因为他是异感人群 他就很大几率他会被传染 但是呢像这个图啊 这个有很多黄色的 一定是有这个免疫力的 然后呢这些是异感人群 这个是就是感染的人群 就像他现在这里 就是形成一个保护的屏障 就是把这个异感人群 和这个感染人群隔开来 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群体免疫很重要 而且特别是对儿童 特别是现在我们12岁以下的儿童 没有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的 大家尽量去接种 然后形成这个免疫屏障 就对儿童也有好处 所以这个是群体免疫 还有一个我要讲的是这个变种 我们叫VOC 安安省目前到底有多少人 感染的那个变种病毒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讲什么叫VOC和VOI的区别 就是这个VOC叫做 这个variance of concern 它的怎么定义这个VOC呢 是根据它的传染性 严重性 疫苗的有效性和检查手段来看的 当一个疫苗的这个病毒的变种 就是传染性比较强 或者是相似 而且会严重性增加 或者是疫苗对它的保护力减弱 或者是检查手段可能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疫苗是VOA VOC就是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安省呢 有四种叫VOC 就是疫苗的变种 以前是什么UK呀 什么South Africa 现在都是什么那个Alpha Gamma Beta和Delta 这个红色的就是那个印度 那个我们说的 其实是那个Delta病毒 还有一种叫做 叫做the variance of interest 是VOI 它呢是也是一流的变种 因为这个其实那个病毒 不是疫苗 所以病毒的变种 病毒出现那个变异 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呢 它没有达到以上的几个标准 所以它说是VOI 可能大家知道这个NAM的病毒 就是其实在这个南非 密集国家比较流行的 英国也出现过 但是没有造成流行 然后安省好像有几例 那个他们 它现在是VOI 还不是VOC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图呢是讲的是 从这个12月份开始 这个安省的那个病毒的变种情况 你记得以前这个一波二波的时候 还是最常规的新冠病毒 然后到了这个蓝色大面积的 你看这个是UK了 其实它是一种变种病毒 是这个UK的 我们叫Alpha 然后呢 到一直到这个6月份差不多的时候 我那个红色箭头指的那个时候 你看这个红色的部分是那个Delta 就是这个印度 这个印度那个病毒 就take over了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讲的是 从这个5月份到6月份 特别是你看 这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这个Delta病毒 到6月份的时候 现在是70% 都已经是这个Delta病毒了 UK病毒反而这个比例减少了 我要 但它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UK病毒的话 对这个疫苗的一针二针 都反应比较好 但是这个Delta病毒呢 它 就是目前研究来看 对这个 如果你打了第一剂的疫苗 它的保护力不是太高 大概只有30%到50% 所以呢 接动第二针以后呢 它的保护力会有比较大的提高 会到80% 80多 但是还是 比这个UK的这个 要少一点 就是Pfizer那对UK 它那个保护力 大概90%几以上 就是说现在 为什么 我说打那个疫苗 特别是第二针很重要 打了一针的朋友 如果你可以打第二针 尽量打第二针 因为现在安神 这个Delta这个病毒 现在是越来越多 它传染性非常强 而且呢 它对你打了第一剂之后呢 它保护力没有这么高 英国的这个 你看这个疫苗 它那个病毒那个反弹 也说明了侧面说明这个情况 而且英国它 AZ疫苗大部分是大的 对这个Delta的那个保护力 还要低一点 所以打第二针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呢 小就听了这么多的这个数据啊 什么的啊 小丽她觉得 我的问题 这个解答了大部分 然后疫苗接触的好处 真的是太多了 非常感谢啊 非常高兴我们接触的疫苗 但是呢 我觉得同朋友们 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疫苗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疫苗的研发的过程 或者是疫苗对病毒有效呢 我大概提到过啊 疫苗换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何 以及有些特殊的人群 他们打疫苗 是不是可能 可能呢 所以这个我的 我的presentation是微晚代序 因为王教授会接着讲 好就这样子啊 谢谢大家 好 韩肖 那个我把这个屏幕再分享出来一下啊 韩肖 听得见吗 好 谢谢我们西方丽专家的检言 那么 韩肖 韩肖 话筒没开的 OK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网易专家 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疫苗 好 有请 网易 听得见吗 网易 OK 好 你视频可以打开一下 OK 大家看得到我那个screen吗 看得到我的那个presentation吗 看得到 没看到是吧 好的好的 太好 谢谢 首先谢谢主办方的邀请 我叫王毅 我是来自加拿大核医学研究所 我是在那边的话主要是做生物医学 还有是放射医学的这些东西 但是话因为就是这个pandemic COVID-19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在那边的话也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 所以的话今天的话做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presentation 一个讲座 像那个王培中 首先那个刚才向老师讲的非常好 我的size可能不像向老师那种那么cute 那些有那些动画 那些东西可能比较枯燥一些 然后像刚才王培中老师讲的 就是我们新冠疫情以后的话已经17个月了 其实大家可能对这些新冠 还有病毒疫苗可能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所以的话我在这个讲座之前的话 是在我的微信群 然后发了一些 就是问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 然后收集一些问题 今天的这个讲座的话 主要是根据这些问题 然后来进行一些讲解 就是其实还是比较基础的一些讲解 然后首先的话就像刚才向老师已经讲了 就是关于疫苗 然后就是什么是疫苗 就是疫苗的话如何起作用 疫苗的话 我们先讲一下 就刚才向老师也讲了这个 这个病毒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新冠病毒的话 你看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这种结构 就是最外面的结构 就是它那个叫突出蛋白 英文叫spike protein 其实的话我们将来做疫苗的话 其实主要针对的话 都是这个spike protein 然后里面的话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protein叫nuclear protein 然后n蛋白 这个n蛋白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如果是做一些检测的话 其实我们其实 尤其是假如说你要回国的话 就包括有朋友在问 就是做一些检测 其实是针对这种n蛋白的这些 来看它的血清的检测 然后spike protein 就是S蛋白 这个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 就是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话 就是它起作用 致病性还有传染性 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跟膜 就是肺的一些膜受体结合 然后病毒的话 可以进入到膜当中 所以的话 现在大家的话 就是制作疫苗的话 主要是针对这种 S蛋白 就是spike protein 来进行 进行制作疫苗 疫苗的话 就是非常一种前往里的药物 而且的话 它主要的 其他药物的话 都是治疗或治疾病 然后疫苗的话 其实是主要是预防疾病 然后现在的话 主要有三种 这种疫苗的制作思考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然后一个的话 就是采用完成的细菌 或者是病毒 这边的话 就主要是病毒 就像国内的 像什么就是国药 还有是科兴 那些都主要是这种思路 然后就主要是死病毒 然后给你的话 是采用就是病毒的一些片段 就是病毒 一般的话 是采用这种spike protein 这种蛋白的片段 然后现在的话 是有一个 可能还没被批准 还没被加拿大政府批准 叫Novavax 然后它就是通过重组的蛋白 来制作疫苗 然后据说效果还不错 然后下一个的话 就是采用遗传物质 就是我们最近接种非常多的 就是MRA的那些疫苗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辉瑞 Pfizer 还有是那个 Moderna的那个疫苗 主要是通过MRA的疫苗 然后 下一个的话 接种疫苗 现在看不太清楚 sorry 接种疫苗的话 作用 就为什么要接种疫苗 然后的话 接种疫苗的话 其实像刚才向尔已经讲了 就一个是预防感染 例如的话就变点重症 然后接种疫苗 能越多的话 就越可能就接近群体免疫 然后就越快的恢复生活 然后可能大家有一个 经常有一个问题 就是包括就是像 尤其美国比较多一些 可能有些反疫苗的人士 然后就认为 尤其像MRA疫苗 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基因 改变我们 就非常耸人听 耸人听闻的那些东西 然后就是会改变我们基因 然后的话 将来的话可能 就是有长 还有长时期的那些效果 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改变基因 然后将来的话 就跟吃那些转基因的食物一样 其实是不对的 这个MRA疫苗的话 它本身并不进入细胞核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 是一图MRA疫苗 然后它包裹在脂粒当中 然后的话 它接触到细胞 然后它把那MRA 放到细胞质里面 就在细胞 但是它不进入那个核 所以的话 在细胞质里 它是合成那种磁土蛋白 就是spyc protein 然后的话 它释放那种磁土蛋白 然后就激发疫苗 所以的话 这边的话就是 应该不需要担心 就是MRA疫苗会改变你的移传物质 然后刚才 那个像老师已经说了 然后有各种突变 然后关于对突变的效果 突变的话 就包括这种 Alpha Beta Gamma 等等这些是什么 Concern 然后底下是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比较Worry的那些东西 现在主要的话 可能都是印度的一些突变 然后关于突变的 我们现在一秒突变的效果 其实最近的话 是我们多大的话 其实是发了一篇文章 它是一个回复性的研究 然后就比较就是辉瑞 还有是Moderna 还有是牛津的 对不同突变体的一些效果 其实发现的话 就是尤其在加拿大那边 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个实验的话 是通过好像是 搜集了42万人的一个 回复性的实验 虽然它不是那种 就是随机对照的那种 临床实验 但是因为人还是挺多的 所以的话它 它的就是 还是挺 怎么说就是 还是这个 这个 这个研究还是比较好的那种 然后其实通过这边的话 你可以发现 就是像包括Moderna 可能大家的话 有另一个迷思的话 可能大家的话 都不太喜欢Moderna的 疫苗 但其实的话 其实就是包括 刚开始临床实验的时候 Moderna化的疫苗 尤其它第一针打完以后 它的效果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好像是我记得的话 它是第一针跟第二针 是间隔四周 然后第一针打完以后 14天以后的话 它的有效率就差不多 能达到90%左右 所以的话 其实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的话 就是因为这边大多数打的 在加拿大 尤其安省的这边 大多数打的都是辉瑞的疫苗 然后其实你可以发现 就是辉瑞的话 第一针打完以后的话 一般比较好的话 可能还是Moderna的疫苗 比较好 然后第二针的话 其实Moderna因为疫苗 比较少 还有是牛津的疫苗 然后也比较少 它的其实 对有效率的话 可能就是 就没有太多数据 所以的话一般来说 就是第二针的话 找到的数据都是 那个辉瑞的效果 效果是在这边 然后对阿富汗来说的话 差不多是 两针以后的话 是89% 然后Beta Gamma 是84% 然后Delta 还是87% 然后其实 他们也在讨论 就为什么 就是好像加拿大的数据 可能是比世界 其他的一些数据 可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其中的一个原因的话 可能是因为 可能在加拿大当中 就是两针之间间隔 会稍微长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 它刺激的免疫反应 会更加强烈一些 就包括 你看牛津的话 牛津的话 它第一针的话 64% 然后Beta Gamma 它是48% 然后Delta 67% 然后就包括 就是住院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之前的话 可能大家都不太喜欢 牛津疫苗 但是牛津的话 虽然是可能 还是比辉瑞 稍微差一点 但是其实是 也是比其他的 一些国家的 包括英国的一些数据 包括欧洲的一些数据 还是要强一些 其中一个原因 他们作者也是分析 可能也是因为 可能间隔比较长一些 可能的话 引起的免疫反应 会更强一些 然后就是 我们打完一秒以后 然后大家 问的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怎么样 我们打完以后 怎么知道 到底是有没有有效 其实的话 最近也是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 就是怎么样来个通过 其实现在的话 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话 就是 还是通过 就是那种 中和性抗体的低度 来判断有效性 这边的话 其实的话 这边是一个 MRA1273 这个其实是 莫德纳的疫苗 然后这个BNT的话 是那个 Fizer疫苗 其实可以看到 然后它这边的话 是中和抗体的 那个水平 然后这边的话 是它的保护性 它其实 这个图就说明 就是 你抗体低度越高的话 其实它的保护性 就会越高一些 这个的话 其实是比较不同的 那个疫苗 是放在一起 它并不是做一个实验 它是 更是一种模式的一些研究 所以的话 它可能并不完全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 所以的话 可能会 数据的话 可能就是 可能就稍微 就是 框个点稍微差一点 其实你可以比较 比较其他的一些 像什么 Quantum Vax 这个好像是国药 或者是什么 或者科兴 什么的这些 然后他们的话 其实就是 相对来说 抗体低度 就会低一些 然后相对来说 它的保护性的话 也会 会稍微差一些 因为它是那种 死病毒的疫苗 而且的话 这篇文章 就是这边 是最新的一篇 Science文章 它其实发现 就是接种疫苗后 仍被感染的人群 也是当中 接种疫苗当中 水平比较低的 就是说 抗体越低 它可能就越容易被感染 现在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 尤其是之前 大家可能就不太 确定到底要不要 疫苗混打 然后疫苗混打的话 其实是两种情况 一个的话是 先是混打牛津 但是牛津的话 疫苗的话 有那种血栓的问题 的话大家都是 加上第二针的话 打的是辉瑞 这个的话 其实是有几篇文章 因为的话 就是欧洲 还有是UK那边 就是英国那边 然后他们混打的情况 是比较多一些 然后他们是做了一些文章 然后其实他们发现 就混打 就是第二针的混打 就是辉瑞以后的话 抗体比以前的抗体 会增加100多倍 然后综合抗体的话 增加40倍 然后这些的抗体 可以有效的识别 灭活 新冠疫苗 而且 它除了抗体的那种 就是体验免疫反应 以外 还有细胞免疫反应 然后就是加了那种 辉瑞的混打的话 它是 反应增加了4倍 然后这种混打的话 现在的话是被 现在的话 加拿大政府的话 是正在 做这种 我昨天看的新闻就是在 跟别的国家 就包括UK那边 还有是欧洲 北美这些 其他国家 然后研究 看怎么能让 其他国家来承认 就是加拿大混打的 这些情况 然后在免疫学当中的话 其实的话也是 之前的话 其实也有一些混打的 那些情况 就是在COVID-19之前的话 也有这个事件的发生 然后它其实的话是 这边的话 它有一篇文章 它说是 在免疫学当中 混打的话 其实是非常多见的 而且的话 一般来说混打的话 会增加那种免疫 识别的一些效果 还有是增加免疫的 反应的强度 而且一般混打的话 可能会 因为它不同的免疫的 那个平台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般混打的话 可以提高更广泛的 那种免疫的反应 然后最近的话 可能大家的话 也是听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WHO的 一个科学家吧 然后反对混打 我们就是北美 北美华人健康的话 其实也写一篇文章 其实的话 它反对的话 主要是出于 个人决定的混打 但是它并不反对 就是政府之间 然后根据科学实验 然后确定的 这种混打的这些决定 然后下一个 可能大家都会问 就是包括 刚才的话 就是王教授 王培中教授也在说 我们到底会不会出现 第四波 其实的话 这个的问题的话 可能还是 相对于来说 还是比较复杂 可能还是 现在疫情的话 可能将来还会 虽然现在疫情 控制非常好 也就是加大那边 如果跟美国比的话 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还是会 有一些反弹 包括像 而是刚才就是说了一下 我们现在疫苗注射的情况 已经非常 非常不错 然后今天听的新闻 好像是加拿大 就是完全免疫接种的人数 已经超过美国 已经超过 差不多50%了那种 所以差不多 八九月份的话 完全免疫接种的人 在整个人群当中 差不多能达到 70%左右 所以的话 其实这个到底 能不能出现第四波的话 其实取决于几个因素 就一个是我们目前解封的情况 然后我们到底是不是 那种逐步的解封 另一个的话 是戴口罩 还有社交距离的 我们是不是 即使解封以后 还维护这种 戴口罩 还有是社交距离的 这些措施 这个的话 肯定是加拿大政府的那些 他们决策 他们来决策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像美国 或者像英国 最近的话 可能他的发病数 是有些反弹 那他们其实的话 就是 不仅解封 而且要取消了戴口罩 还有就是取消了 社交距离的 这些措施 所以的话 导致这些反弹 加拿大 还有是第三个的话 加拿大疫苗接种情况 然后目前看来是非常好的 还有是美国疫苗接种情况 然后因为加拿大 美国之间联系 非常非常密切 然后现在美国的话 好像完全接种的话 就50%左右 然后停滞不前 美国这边的话 很多州 还有很多人 很多 很多反疫苗人士 然后他们就觉得疫苗 可能不好 改变基因 或者是没有任何科学证据 什么那些 专门反疫苗 所以的话 美国的话 可能 我们好像是马上就要 加美 边境就要开放 所以的话 如果是美国 而且的话 北美的话 也不可能 就是 就是因为个人的 privacy的那些东西 然后就不可能 实现那种 疫苗护照 好像美国确定 是不会 搞疫苗护照 所以的话 都是那种 honor system 就是你说 你打了疫苗 那肯定就打了 疫苗 但是没人会查 那种 所以的话 就 假如说 加美边境 如果开放的话 那可能会有些 美国人 可能没有打疫苗 然后可能感染 会进来 所以的话 现在可能会有波动 然后包括国际疫苗 国际的疫情 国际相当化 虽然的话 就是像北美 或者欧洲 这些发达国家 已经打了差不多 50以上 但是其他一些国家 很多 可能低针还没打完 所以就是包括 加拿大怎么样开放 就逐步开放 就是国际预游 这些东西 可能都会决定 疫情会不会有反弹 会不会有第四波 但是基本可以确定 因为现在 加拿大疫苗 打得非常好 即使是有反弹的话 重症啊 住院 死亡 也都不会提高 这边的话 也是通过像美国 或者像英国 你可以看它 虽然的话 疫情是有反弹 但是它重症 重症 还要是住院 还有死亡的话 都没有太多的提高 然后就是下一个问题 就是人类会不会 与那个病毒 这个COVID-19 长期共存 可能的话 就是至少 就是现在也不是 特别确定了 但是将来的话 目前来说 至少短期内会共存 主要的话 就是大家 就是可能我们 大家都住在北米 但是其他很多国家 包括非洲 其他很多国家 都没有完全注射 所以的话 取决于全球的 疫苗注射情况 估计至少得到 2025年之前的话 我们才能看到 到底会不会 共存呢 还是会 能把它消灭 现在的话 就是疫苗突破 刚才的话 像老师已经讲了 什么是疫苗突破 其实的话 疫苗突破 发生的话 也是比较少 还是比较少的 这个的话 是一个美国的 上面的数据 然后的话 它是统计了 差不多到4月30号 这是一篇文章的数据 可能是稍微有点就 所以30号 大概是有100 他接种了 差不多1亿人 完全接种 然后突破的话 只有差不多1万人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突破的话 人数可能会越来越多 但是 但是因为疫苗的话 就是 像刚才杏尔说的 疫苗的话 其实 假如说对 阿富尔变整的话 它是95%有效率 就相当于 就同样感染几率的话 它跟对照组的比的话 它会降低20倍 所以的话 其实还是 突破感染会有 而且将来的话 随着大家 接种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的话 就有可能 就是 打了疫苗的人 然后得到感染的人 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的话 如果你看到 有些公众号 然后就说 哎呀 像以色列 然后 打完疫苗以后 占的 就是打完疫苗以后 然后 感染的人 占了50% 哎呀 那个 那是因为是以色列 它接种人太多了 所以的话 本来的 占的比例就很多 所以 关于疫苗的话 有两个不同 有两个不是特别好的 一个想法 一个的话 就是疫苗 无用 就是接种疫苗 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边的话 主要就是像 美国那边 有很多那种 反疫苗的人士 然后另一个话 就是疫苗万能问 就是接种完疫苗以后 就什么都不管 不管不顾那种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视 这种突破感染 突破感染是非常 正常的事情 然后 所以的话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可能还是 就包括你接种了疫苗 你还是应该 戴口罩 虽然是你可以 恢复正常生活 但是你还要戴口罩 还是要保持 一定的社交距离 但是还有一些 其他的想 一些的就想法 就是某某的疫苗 是特别好 然后其他疫苗不好 然后就故意 第一次其他的疫苗 尤其负作用大 然后是特别夸张 夸大某些疫苗的 一些负作用 其实也是不好的 一些做法 然后是疫苗 就是大家可能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正常来说的话 疫苗的研发的话 可能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就是比较长的那种 为什么像新冠疫苗 可能研究的时间 可能才一年 然后就开始 就开始做 就开始就应用了 然后的话就说 很多人就担心 是不是研究的时间太短 然后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 长期的一些副作用 时间呢 的确是加快了 但是 疫苗的研发当中的话 但是没有在安全方面走捷径 第一个的话 就是他们这些疫苗 研发的平台 就包括我们最近 大家用了比较多的MRA疫苗 这些平台的话 已经都建立 已经研发了其他的疫苗 而且像MRA这些疫苗的话 只要有了它的 新冠病毒的那些序列 然后就马上就可以研发 它其实就是新冠病毒 spec protein 就是那个突出蛋白的 那个MRA的训练 只要把那个拿到 然后的话就可以生产 其实的话是非常快的 而且在病床实验当中的话 他们的话也是 其实像辉瑞 还有什么的呢 每个等化病床实验的话 都是差不多有三到六个月 而且的话参与的人数 我说是病床参与的人数 差不多都有四五万人 所以的话 这边的话 其实并没有走捷径 一期二期三期 然后的话 做的都是非常正规的 而且是很多人 是参加临床实验 就是很多人都报名 参加临床实验 就包括我自己 我也报名参加临床实验 然后美国的话 其他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而且的话 疫苗的生产与安全性研究 是同步进行的 就正常来说的话 传统的研发流程的话 它是包括实验批准 然后再生产开发 但是因为新冠的话 它是生产开发跟实验的话 基本是同步进行的 所以的话 就基本上它一批准 然后的话 几千万的疫苗 然后就可以 就是就马上就就运出来 所以这方面的话 其实是会省了一些时间 另一方面省的时间 就是刚开始研究的平台 还有初始开发 都是非常快的这种 其实主要 费时间的话 就是给你创实验 接种新冠疫苗以后 会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这个的话 大家一般 这边一般不会 不是一般不会 说错 就是 我就是大家一般 不会问这种问题 但是 如果问的话 这边的话 因为 因为 就包括 就是国内的疫苗 它是死病毒疫苗 它包含 引发新冠病毒的活病毒 所以的话 不会从疫苗当中 感染新冠病毒 然后副作用 刚才向儿讲的 就是有 疫苗的话 会有一些副作用 然后 轻微的副作用 是非常 是比较常见的 尤其像Moderna的话 副作用是比较常见 然后一般的话 都是头痛啊 或者肌肉酸痛啊 这些东西 然后 那些比较 比较强烈的副作用 是比较少见 而且的话 这些比较大的副作用 在我们临床实验当中 就是那种 通过四万人 五万人的临床实验 我们是没有发现的 都是在实际 接种当中 当你接种了 几百万人 千万人 甚至上亿人 然后我们才发现 是有这种 可能非常罕见的 一些严重的副作用 包括 刚才向儿讲的 那些血栓啊 心包眼 这些都是 在那种 像欧洲啊 或者美国那边 因为他们疫苗比较多 刚开始 他们拿的疫苗很多 然后他们都接种了 几千万 然后才发现的这种 有这种 可能有规律的 这种严重的副作用 然后是过敏 就是如果是过敏者的话 你到底 可不可以接种疫苗 这边的话是一个 这个问题 就是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对新冠疫苗的话 过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然后它主要有一些 指质成分叫PEG 具体中文我不太清楚 反正是一般的话 是非常非常少 差不多百分之一的那种 而且它一般 你要过敏的话 它 大家接种疫苗以后的话 一般会让你流制 差不多15分钟 其实的话 它主要是 就是看你是不是有过敏 有没有急性过敏 严重的过敏 所以它那边 一般都会有医护人员 如果你有严重过敏的话 它马上就会 就会进行处理 一般来说 假设你第一针的话 有过敏的那种倾向 就是突然有一些 轻微的过敏 一般第二针的话 你要更换一些疫苗 有朋友也问我 就是他现在是怀孕了 然后他能不能 接种疫苗 目前来说的话 根据现在的指导 还有一些研究的话 现在是可以 接种疫苗的 但是最好的话 也是就是 就是跟你的 临床医生来讨论一下 就根据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怀孕的话 可能有一些人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怀孕的一些 比方说怀孕的高血压 那些东西 可能 可能最好的话 是跟你的 自己的冰床 代附 然后讨论一下 然后 但是他目前的话 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就是疫苗 会导致生育的问题 然后目前来说的话 对短期或长期怀孕 是比较安全 可能就是主要是 可能还是根据 你自己的一些 自食人的情况 然后跟自己的家庭医生 然后讨论 还有是妇产科医生 讨论 然后的话 一般接触 疫苗是安全 这样就是哺乳 哺乳的话 一般来说 孕妇 哺乳期当中的话 也是安全的 就包括美国 妇产科医生学会 也是建议 你是可以哺乳的 然后 而且我们也知道 就是怀孕期间 如果你感染 感染了那个 新冠病毒的话 其实会增加 患重病的危险 尤其是假如说 你是有那种 其他的一些 副作用 就是有些 运气高血压 或者是胎儿 不太正常 体位的 那个时候 可能会有增大 早产之危险 所以相比较来说的话 一般来说 还是建议你 打新冠疫苗的 然后就是对 12岁 就是年轻人 就是对小孩 有很多朋友 在问这些问题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大家很多成年人 基本上已经打的 都差不多 现在主要是小孩 还没有打 12岁以上的话 现在已经都开始打了 现在惠瑞疫苗 是已经被批准 12岁以上的人群 下面的话 摩托尔强盛 强盛好像在 现在没有开始打 以上的话 就是18岁以上了 摩托尔强盛都可以打 然后在12岁以下的话 现在是可能 我看最新的话 他们是还是在研究 然后差不多是 9月份以后的话 公布完整报告 然后再看 明年初 或者是今年年底 有可能是在 12岁以下的儿童中 开展疫苗接种 所以的话 在北美这边的话 你要是进行 任何的接种的建议 一般都会进行 相应的那种 三期临床的试验 就不可能就直接 一拍脑子 就说你可以打 是安全的 所以的话 大家可以放心 就是目前来说的 这12岁以下的话 可能是还是 没有疫苗可以打 新冠 就刚才这个已经回答 就是新冠疫苗 会不会改变你的DNA 就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新冠疫苗的话 它不进入你的细胞核 所以不会跟您的DNA 相互作用 疫苗 所以的话就不会改变 你的DNA 不会改变你的遗传 然后其实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 就是反疫苗人士 然后他会包装 包装就是 就是用很多科学名词 来包装 然后也会抬出 很多的那些专家 反疫苗专家 所以的话 我觉得大家最好是别看 我觉得看的话 其实好像还是 他们那些的那些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他那些信息 就是你要是没有专业的那些 专业的那些背景的话 其实还是挺容易 挺迷惑人的那种 然后他会讲很多 那些科学术语 然后弄得你 就是云山雾罩的那种 但是的话 其实是不对的 他那些是不对的 所以的话大家其实不用担心 会不会改变你的遗传 是不会改变你的遗传 然后接种疫苗的话 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会建议建议你的免疫力 基本接种完以后 差不多是14 第一针以后 14天就有相当的一些免疫力 但是可能对变体来说 可能免疫力不够 所以一般的话 是要完全接种 然后像莫德纳的话 是完全就接种完两针14天 然后辉瑞的话 就是两针之后7天 然后是叫做完全免疫 然后差不多 辉瑞是95% 就正常的那种 就正常的那种 新冠的话是95%的保护率 然后莫德纳是94% 新冠疫苗到底能提供 多长时间的保护 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包括从去年第一批 就是临床三期的那些人 然后接种完以后 其实他们抗体水平是有所降低 但是的话我们 我现在没有具体说 其实他除了那种抗体以外 他还是有那种记忆性的B细胞 如果是有病毒来的话 他会马上再分泌抗体 所以的话 他们现在还是在做实验 到底是需要不需要 接种这种第三针的boost 或者什么时候需要 接种这种第三针的boost 然后上次查的话 辉瑞啊什么的 还是在在做这些实验 就算是抗体降低 但是如果你有记忆的那种B细胞 然后其实也还会提供 有很大的那些保护的 就是如果我已经接种了疫苗以后 那你还要不要戴口罩 或者是要进行那种社交的那些 隔离的那些东西 现在来说的话 就加拿大政府还是要求的 包括在美国或者在英国 你可以看到在大多数州吧 然后他们都不需要那种 然后你可以看到 就是包括上次欧洲杯 你可以看到 然后大家就是那个 在体育场里 基本上座无虚席 然后大家都不戴口罩 我个人认为的话 可能是现在还是需要戴的 还是要进行这种相对的社交隔离 当然是你生活可以正常化 可以正常工作 可以正常的去购物什么那些 但是的话 还是应该进行这种社交距离的一些保护 所以如果你身体感到不适的话 应该是待在家里 然后接受检测 如果你检测出新冠病毒的话 你还是应该进行隔离的那种 并不是说 就是打疫苗以后就万事大吉 就是什么都不考虑的那种 所以正常来说 还是这四点 就是洗手 戴口罩 保持距离 然后避开人群 可能加拿的话 可能加拿大政府会有新的一些指引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 比较具体的一些问题 然后再回答一些 就是新冠病毒阳性的人 应该接种疫苗吗 还有是曾经患有新冠病毒病的人 需要就 这可能是就是不同人问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应该至少再打一针吧 可能就相当于boost你的 你感染的话是相当于第一针 然后你再接种一针的话 就相当于第二针 就可以boost你的免疫系统 然后同时的话 有激活你的那种免疫的一些记忆细胞 另一个话 就是12岁孩子打第二针 最好间隔多久 目前来说的话 他是通过加拿大政府那边 看的是好像是要间隔至少八周 还是什么 但我没有太确定 但是我是看到 辉瑞的他的临床实验的话 是间隔三周到四周就可以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你只要间隔三到四周就可以 疫苗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好 全面放开以后的话 如果感染人数增加太多 会不会再来一次lockdown lockdown不是我所说的 算是加拿大政府 还有安省政府 还是算了算 目前来说 应该是不太可能是在lockdown 然后今天UK快接近两万人感染 死亡人数也开始慢慢增加 他我看了 今天我看一下 好像UK是 最近的话一直也在看 就是英国这边的人数 英国的话 主要他是放开的很厉害 他是好像是英国政府 是比较相信的一种群体免疫 反正打完疫苗的话 就什么都不管 然后大家就完全放开 然后大家如果看了 欧洲杯决赛 看那边就好几十万人 好几万人 然后坐在那边 所以的话就是 如果他不长的话 我还是感觉到奇怪那种 他长的话 我倒不奇怪 死亡人数的话 其实我看他是有增加 但是增加不是很快 疫苗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好 我刚才是根据像加拿大的 因为我们都是在加拿大这边 打的疫苗 加拿大那边的回购性实验 发现加拿大疫苗 还是在加拿大打的这个疫苗 感觉效果还是比较不错 而且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有可能是因祸多福吧 因为是加拿大刚开始的话 是没有太多的疫苗 然后疫苗的话 美国那边的话都 首先供应美国 像摩登那一些 然后都不给加拿大用过来 然后欧洲的辉瑞的疫苗 只能是通过欧洲 然后拿辉瑞疫苗 辉瑞疫苗的话 给的也很少 所以的话 我们不得不就是增加 两针疫苗之间的间隔 所以的话就那篇文章 它其实也就是说 可能增加两针之间的间隔 可能会提高 我们就是免疫的那些能力 如果你再打的话 可能就效果会更好 因为它间隔会增大了一些 然后后来的话 我们也会混打 混打的话 可能也会增大一些效果 但是混打的话 可能就是辉瑞跟 莫德纳混打的话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数据 但是辉瑞跟牛津疫苗 混打的话 我看到两篇文章 都说都效果的还挺好的 而且是没有太多负作用 负作用会增加一些 但是没有特别严重的负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假设同机的 就是他如果是坐飞机的话 如果同机的成年人 已经打过疫苗 然后没打疫苗的小孩 坐飞机的风险 然后其实也是分国内跟国外航班 国外的话 好像是一般都要检测核酸 国内航班的话 可能不太要求检测核酸 所以的话 可能通机的话 可能会有些病人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但是小孩的话 大家都知道 可能重症是非常少的那种 所以的话 其实也没有太多担心 可能给小孩带好一些 防护的那些设备就可以了 然后加拿大疫苗 被哪些国家认可 其实也不叫加拿大疫苗 其实就是辉瑞 还有莫德纳 还有是这些 牛津这些疫苗 基本都是被 最起码是欧洲 北美 这些国家基本都认可的这些 目前12岁不打疫苗 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数据 然后第一针跟第二针 刚才也问有什么要求 一般的话就是说 从临床实验来说 就还是根据数据来说 一般的话 就是差不多 美国那边做的临床实验 是三到四周之间 所以的话一般 三到四周以上就可以 不一定非得是七到八周 然后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英国 还有一些公众号 也关心那种 以色列 还有是美国那些 英国的打疫苗比例 其实是比较高的 记得好像那些的话 差不多是完全免疫的话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 快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六十八左右 然后为什么最近都确诊五万多 主要的话 一个是他放松的那种 就是戴口罩 社交隔离的这些措施 另一方面的话 可能之前的话 可能英国打的疫苗的话 可能是牛津疫苗 牛津的疫苗可能相对效率 有效率可能稍微差一点 可能是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每年都要打新冠疫苗吗 还是每年都是两针 就是我们香港的话 可能还不太确定 就包括我们要不要打第三针 我们可能也在等 就是他们公司的更多的一些试验 正在做实验 而且的话 估计有的话 可能也是每年打一针 不可能是每年打两针 那种可能就是一个boost 然后包括就是现在WHO 再说就是就像欧洲 北美这些国家 可能现在可能会打第三针 但是有些不发达国家 地震都没打 就说你是不是要把那些疫苗 先寄那些不发达国家打 而且的话 就是如果是其他的那些群国 如果他们没有打的话 那其实的话 对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危险的 它可能一直在 在那边传染 而且会有一些那个突变 将于突变出来的话 可能对我们可能 也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疫苗对重症和死亡影响 对就是像这个问题说的话 就是一般来说的 就是如果你看英国美国 还有包括以色列 然后它 以色列其实它病例增长 并不是很多 就是它虽然有病例增长 但是它重症死亡 没有大幅增加 可能就是两倍三倍左右 所以的话可能像英国 美国都觉得是可以忍受的 那种程度 所以的话就不太care 不太关心到底 发病率是有多少 主要是看重症死亡 可能像英国美国 像辉瑞疫苗对变异病毒的有效性 包括对Delta 然后不同的研究 有不同的结果 像辉瑞的话 对Delta 像我们主要的变种就是Delta 然后一般来说 至少有80%以上的效果 然后大家的话 有一些人就包括 从国内过来的话 然后就问一下 有没有国药跟MRA 就是这边疫苗混打的数据 然后有些人也比较关心 就是包括有些小孩 到这边上学 然后就说 我是不是要先在国内打完疫苗 然后再到这边来打疫苗 然后他们提这些问题 然后目前来说 没有国药跟MRA混打的数据 但理论上来说 是应该可以混打的 我也看到有些人 在网上 在一些小红书 什么那些地方 贴用一些他混打的一些效果 效果还是不错的那种 然后国产疫苗的话 尤其像国药 科兴这些 然后他的特点 就是负责应低 但同时有效性也比较差 然后我记得他 post的那个文章的话 就是他打完两针国药以后的话 他的那个抗体低度 差不多是十个单位 然后同时来说的话 如果是我们MRA疫苗的话 相对来说抗体的那些 低度的话 会平均的抗体低度 要差不多要到上千的那种 然后如果是你是那种 就是感染新冠病毒以后 得的那种 测的那种抗体低度 也差不多是从 差不多是从十到一千之间 所以的话他打完国药的话 抗体低度 我看他的那个分享的那些信息感觉还是比较偏低的 所以的话还是就是如果你在国内打国药或者科兴如果到这边来的话 可能还是建议你在至少再打一针MRA混打 刚才这个已经说了不好的想法 然后是最后的话就问个大家的身心健康有一些 标题党公众号啊 然后大家还是尽量少看 然后就经常用就是怎么来分别的经常用就是突发重磅刚刚啊神奇啊要命啊震惊世界啊就是吓你一下 然后的话后面的话就就经常就说他一般不会把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直接告诉你 然后他就是说呃这几种发生什么 然后就就是为了让你点击 所以的话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 我觉得最好是少看那些东西 然后看完以后的话真的 真的是不是不太好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的这个这个presentation啊 就是谢谢大家 韩笑听得见吗 好谢谢我们呃王毅博士的精彩检验哈 那个我把这个屏幕切出来一下 好谢谢 谢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持有的chips 还有更多的一些非常丰富详实的数据 也有很多我看到其实我们的评论区 也就是我们开box里面很多朋友的提问 其实在两位专家的分享过程当中已经给了很好的一个解答 那我我们也留一点时间给两位专家再看一下我们的chipsbox有一些哪些问题他们还没有问答 那那个王教授我看到您也在评论区跟我们的这个网友们有一些互动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有一些问题我看到您也有一些回应或者有一些点评或者是补充方便跟我们来分解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分享一个重要信息今天两位嘉宾我前面忘了介绍他都是北美华人健康协会的重量级人物 所以都是我们的专家也都是我们的那个成员 所以呢相信北美华人健康的公众号特别是王毅教授王毅博士写了好多这个科普性的文章 大家可以看另外谢老师呢也提供了很多材料 我也希望谢老师呢都为咱的北美华人健康的公众号写文章 就是分享这个信息 另外呢就是关于国内来了是不是要打疫苗 最近呢我收到很多的这个咨询这个接种一针接种两针来了是不是打疫苗 我的标准的回答呢我说现在呢谁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来讲不光是免疫力的问题是有一个管理的问题 鉴于这个呢北美华人健康的正跟加拿大的相关部门联系 希望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 在此之前我给大家答复呢就是不知道 至少中国的目前呢两国疫苗没有互认 如果你只打了一剂的话 间隔两周以后你到了加拿大时候 应该肯定要打第二剂 如果你要打了两针都打完了 因为加拿大的疫情呢比较好 感染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你保护好自己需要等待 耐心等待一下 这期间希望呢加拿大相关管理部门会出台相关的管理规定 这不完全是这个免疫的问题是有法律管理的问题 谢谢王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解答 也确实是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北美华人健康的公众号 关注我们的系列的活动 我们后续还会开很多场的这个公益讲座 我们也会请到更多一些不同领域的专家 从他们的这个角度给我们进行更丰富的详实的分解 那很多尤其是我们今天说了我们的这个公益项目 还特意专设了一个热线电话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98008818 我们从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 下午1点钟到4点半 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 然后如果你有问题就可以在这个通过热线电话来提问 然后我们的专家呢就会收集大家的问题 然后集中给大家作答 同时在我们的公众号在我们的网站上 也会把我们的这个答案 标准答案跟大家分享 所以即便是我们今天的时间非常非常有限 我们正常应该是9点钟结束 但是呢我们也还是会希望在我们的微信群里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跟大家有更多的后续的一个讨论 那谢女士还有我们的王教授 我们有没有看到评论区当中 有没有大家刚刚还没有讲过的 但是网友问的问题 两位有所普通呢 我想提下有人问我这个50的黑百倍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我提到过这个 你没有打疫苗的话 有可能你的几率是100倍 我实际上算的是我股算的 因为在安省现在有50万人得那个新冠 如果你按照这个比例的话是0.3% 5千多万人当中 然后安省他2002年他做过一个那个研究 就是这个under report 就虽然我们report是这么多人 但是其实是真正的感染人数是现在的4倍 就是报告人数 我们那个实际报告是50万 也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应该是在乘以4 你再出于安省的这个人群的话 应该是10%的人 至少10%的安省人 他们曾经或者现在感染 曾经感染过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打了疫苗的人群 我开始有个患灯 你看过是只有0.01% 如果你把10%除以0.01% 你就可以得到 那就是100 所以我是这样算出来的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没有打疫苗的人群当中 这个感染力是 但是比打了疫苗的人群当中 当感染力是它的100倍 嗯 不知道讲清楚没有 嗯 谢谢 那王毅博士您看里边有没有一些 好像也有一点点有问癌症患者 是不是可以接种疫苗的 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问题当中 您看有没有一些 您还有一些补充的 对我刚才把那个 最新的问题 把大家提的问题全部列在里面 在我们的chatbox里边 所以 很多问题在王毅博士的讲解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回答了 对 您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哪些 就是您还有一些稍事补充的 好 那我就说一下 癌症的话 癌症的话 主要不是急性期的话 应该是可以打 而且的话 癌症病人的话 如果得了新冠的话 他其实死亡位会增高的 所以的话癌症和其他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是肺的疾病那些 只要不是急性期的话都可以打 谢谢 谢谢您的补充 那癌症我再补充一下 北美华人健康有篇公众号 专门讨论癌症问题 答案非常肯定 癌症病人 不光是能打 而且应该优先打 就是有一个例外 如果你在 这个正在接受 这个 怎么说 生物治疗的话 应该稍微推一下 主要并不是 因为效果不好 打完基本上 产生不了免疫反应 一般的放疗 一般的化疗 都影响不是特别大 现在他提出 指南就提出 接受生物治疗这一块 就是干细胞治疗这块 需要等一下 因为打完效果不好 我们疫苗初期呢 就鼓励癌症病人先打 先把他们保护下来 好 谢谢谢谢王教授的 这个回答和补充 那最后呢 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 一分钟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评论区 还有没有一些问题 大家有补充 好像还是有人 对不同的疫苗 哪一个好 效果好 还有一些存疑 或者是问题 我看到有人 好像问了一个 生育的问题 然后今天 也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说这个 疫苗产生这个 刺脱蛋白 和那个病毒 产生的刺脱蛋白 他们说对细胞有害 我甚至我儿子 也问我这个文章 他说他在 那个媒体上看到的 就是打了这个疫苗 时候你会产生 这个刺脱蛋白 然后那个病毒本质呢 也会产生 它那个表面 这个刺脱蛋白 是不是有毒性 因为我仔细看了 这个文章 我也看了这个 他的这个访谈 他其实 可以听得到我吗 他是 对 他是根据这个 有一个研究 有13个人的样本 他是做了13个人的 这个 人之打了疫苗之后 他检测 他这个 在这个血液里面 查出微量的 刺脱蛋白 就是说这个 刺脱蛋白呢 是可以进入你的血液的 然后也可以引起毒性 但是呢 第一 他这个样本量很小 他只是 他检测的那个样本 是65个皮克 是什么 皮克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过皮克 是10到12次方 个皮克等一克 我们平时说的 那个 那个低度效应 预表的 应该是五一克 是 就是10万个五一克 是等一 10万个皮克 等一万个五一克 所以他的量 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应该是千亿分之一 就是 所以他的量是 他用的是非常那个敏感的 这个手段 检测出来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是测不出来的 所以呢 第一 他的量是非常 比这个 比这个正常感染病毒 产生的这个 量要少得多 然后呢 他这个 实验做了之后 在这个 就是在脊椎之内 他 这个次度蛋白 在血液当中 他就被中和掉了 就是不见了 没有了 所以他只是证明 在这13个人当中 他血液有非常少量的 那个次度蛋白 是一余秒引起的 但是没有证明 这个次度蛋白 有毒性 而且呢 而且很重要的是 他这个和这个病毒 就是 就是自然感染 产生的次度蛋白 有一点 就是微小的区别 所以 我 我不是特别 就是他 就是下流 王教授说的 嗯 就是有些文章 你看起来 他非常非常地 好像很有逻辑 还有引用什么 科学的什么根据 研究 但是如果你仔细 如果你一般的人 你看了 你就会觉得 嗯 这个很有道理 就会觉得很concern 甚至他会觉得 就他就因此推断 有可能进入学业 然后引起什么升职 升职问题啊 什么什么的 嗯 这样说吧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 他对这个升职的影响 是没有 就是我们 没有这个证据 可以这样讲 就是从这个 003年 这个啊 那个SARS病毒 他也产生的一种 就是类似 和那个次数代码 它是非常类似的 但是SARS病毒的 那个后遗症呢 并没有 就是说很明显的 什么对升职遗传 有后遗症 所以呢 我觉得不是特别 大的可能性 就是这个疫苗 可以引起就是 升职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 长期的反应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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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看到 最后还有一位 网友看到说 这个明天英国将会全面解封啊 也会 我知道大家可能 现在大家也是在世界各地 也有可能更多的是 在我们加拿大 大家也非常关心 各地的疫情的反复的变化 有可能对于加拿大 或者是对于全球 疫情的一个总是的 一个判断 这也是我们 已经被封闭了这么多久 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开篇上来 我觉得王教授 就已经对于疫情的 一个总是的 基本的做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分享 那王教授您最后方面再给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补充吗 然后我们就大概结束 今天的这个分享会 好的 今天活动非常成功 两位嘉宾讲得非常好 大家提问题也非常踊跃 可见呢 这个活动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继续还要开展 从这个问题当中看出来呢 大家确实有好的担心 因为今天呢 时间不够了 没法一一再回答 比如我特别想讲这第七个问题 长长期副作用的事 因为还有其他问题 那个转件食品等等 我呢下来以后呢 跟王毅博士商量 我们争取出一个问答 我们发在我们的网站 网站 敲一下网站是 CNAW.org 我们网站更新很多的 另外呢 在我公众号 通过公众号呢 我们也同样的发 希望呢 大家可以留言 我们整理出来 发 我们呢 我想呢 除了我王毅教 谢老师 及若干专家以外呢 我们北美华人江南 还有一个专家顾问组 包括中国的 包括美国的 包括欧洲的 包括加拿大的专家 都是来自各国大学 他们都是我们专家顾问 应该都能答大家问题 另外呢 我们跟加拿大官方呢 保持密切的沟通 包括我个人在多伦多大学 包括女文兰大学 我们的朋友圈儿也比较大 这个专业人 如果我们不能回答的话 我们会发这个信息给他们 征求他们的意见 看看怎么回答 我们呢 未必回答问题呢 能使每个人都满意 得到满意的答案 但是呢 我们一定会 做到我们最大的努力 得到呢 提供了我们能做到的 最好的回答 因为有好的问题 就是是没有答案的 不管你们谁都没有答案 我们只能把这个现状 我们的科学知识 都分享给大家 另外呢 接王毅播出的一个话呢 谣言这信息来讲 美国最近一个研究呢 就说呢 很多这个阴谋论的传播等等 都是好心人传出去的 看来这个消息很重要 马上给 分享给朋友 直接把这个事儿都搞坏了 所以呢 向王毅介绍说题的 如果太雷的题目 太雷人的标题 太雷人的标题 大家不要先检查一下 在你转发 关心朋友 先确认一下 这个确实是真实格靠信息 好 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王教授 两位王教授 还有我们的现状事业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坚持到现在 还一直热心参与的 我们看到我们从一开始开场 到现在不断的人设增加 大家一直留在这里 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剧场分析会确实是 解答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 而且同时我觉得我们华人 在整个抗疫期间 特别是在加拿大 我们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那在这个最后一公里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无旁贷 我们也有一个 不管是我们个人 还是我们公益组织 我们都有一些社会责任 我们的公益使命 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听到了 我们这么多很宝贵的科学的 一些知识和信息 能够帮助我们广泛的进行 用你们的渠道进行广泛的传播 能够让我们的华人社区的疫情的防控的 宣传的覆盖面传播效果 都可以达到更好 那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 这个作为主办方 作为我们的支持方 作为我们的协办方 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我们希望用这场战役 这个疫情的一样 倾注我们华人的力量 我们华人的声音 所以最后再次感谢我们主办方 分析华人健康协会 加拿大中国高校教育联合会 和我们的协办方 加中经浪文化教育协会的大力支持 那下面也请我们 加中经浪文化教育协会的 执行会长 登场会长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可以吗 好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 两位专家的精彩简眼 我觉得他们数据非常显实 特别是王毅 他在做了很多功课 之前收集了很多的 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在群里的互动也非常频繁 大家的很多的问题 已经回答了不少 但我觉得今天的我们的观众 是感谢各位 你们非常有经验 特别是我看了几个题的问题 都非常到位 而且非常的切中要点 本次的活动应该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 即使有助于推进 我们的疫苗组织 而实现我们加拿大 病毒的早率清零 那么由北美华人健康协会 加拿大高校校医会联合会 还有加中主办的 加中经浪文化教育协会 协谈的让疫苗保护我们 跟我们的社区 那么今天是第一场 接下来我们还会搞 一系列的活动 在9月中旬之前 我们会就 打疫苗的经验 进行为打疫苗的助力 进行答应 那么政府的政策 还有我们青少年疫苗 进行凡校正面的准备 邀请相关的专家进行检解 目前来说 抗疫的曙光应该在前头 但是只要病毒不清零 没有人是安全的 特别是有些欠发达国家 那么我们在打开 还没有充分疫苗 在打的时候 我们打开锅门 那么可能就会后面 就会造成第四波 也刚才有专家 也有我们的观众 就觉得第四波还是有可能的 因此我们还是要加钱防护 然后科学防御 在抗疫的关键时候 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继续努力 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通过这个活动 包括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媒体 还有我们每个人 都能来齐心协力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家人 还有为我们的他人 尽一份责任 守护我们的健康 最后感谢大家的全程排放 有欢迎大家还没录群的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群 然后我们在群里的话 会邀请一些专家进行交流 如果对这个专业就业群 如果还暂时加不去 可以加我们的两个群组 我们也是校委会 联合会的理事长 叶军 我把他的微信 发在这里 个人微信 然后我的个人微信 如果你们加不进去的话 可以加在这里 能够抗疫焦虑群的话 你们是能够加进去的 最后感谢我们的主办方 还有我们的协谤方 特别是我们的 筹委会的几位成员的 辛苦努力 也感谢我们的 足够家庭和义工的支持 好 祝大家晚安 谢谢 好 谢谢专会长的总结 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热情参与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 义工的奉献 那最后呢 也祝大家平安健康 这一次我们的公益 第一次分享会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所以如果大家 希望对于我们的主讲嘉宾 表示感谢的话 大家也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 跟我们挥一挥手 我们会看得到 或者给我们谷歌掌点个赞 我们也都看得到 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可以打开话筒 给我们最后拍一张合影 如果有兴趣打开话筒 打开话筒 感谢大家的全程排放 到现在都已经两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 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专家 现在准备开始 几个镜头 屏幕拷贝 好 先打开的抓紧打开 你打开的话的话 那么你都会显示在第一个屏幕 好 谢谢你们的板 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 很多我们 很多我们熟悉的脸庞 我们的校友会的各个 各大校友会的会长 还有我们很多老朋友 也好多新朋友 好 第一屏 我等一下 我再考第二屏 第三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保证 晚安 看那个 艾米 还有陈彬会长也都在 陈彬会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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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